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在日前发表的最新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 报告谈到过去一年大陆的各项人权问题 其中包括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和被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罪行 报告还说中国的律师因为提供法轮功法律协助而遭受迫害 10号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 讨论了2012年度中国人权及法治发展 报告说发现的新情况是由大陆内部所缘起的因素而导致 越来越多的民众改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向中国领导人要求自己的基本权益 而在这多事之秋的一年中共仍然采取继续维稳的方式而非改革 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用户猛增 这对中国形成民主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当局仍然继续限制新闻自由 加强互联网审查 劳工不能自由组织工会 权益仍得不到保障 报告并指出 中共当局践踏人权的记录十分恶劣 仍在打击作家、律师和异议人士 报告并提到 中共当局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 实行压制性政策 以及中共继续遣返朝鲜难民 不顾他们回去后可能遭到的严厉惩罚 同时报告中还提到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镇压 和关于器官移植的问题 时事评论家恒合指出 CECC每年的报告都非常详细、风格一致 你比如说这次同样提到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替法轮功打官司 辩护的这些威权律师进行迫害 那么今年呢 他提出来了伟良月、王永航 他提到高智晟在五年缓刑快要结束的时候 实施他原来的三年判刑 他都是有非常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些情况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也表示 CECC这个报告不仅详尽而具体 并且是新的内容 这个报告其实也提到了中共强制 在说法轮功修炼器官的指控 中国金刚的意愿也可能涉及了 中非法机关离止 而且他指出中共在出法以外 这些提供610法轮式 推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而且他指出了到2012年6月份 有3533名法轮功选被迫害致死 周四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针对这个报告 在记者会上说 希望CECC能放弃偏见 停止发表此类无端攻击中国的报告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恒河分析 中共无法反驳 特别是中共对各种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 报告中有提出多方面 非常扎实的消息来源 例如藏人自焚事件有完整的统计数字 并且经过多位目击者的证明 甚至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于政策性的 比如说迫害法轮功 那么他这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 提到迫害法轮功 直接呢 这里说采用的全部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网站 和官方的文件 因此人家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中共自己说出来的 因此这就不存在一个别人对任何人 有一个什么敌对的问题 张尔平认为CECC具有权威性 报告将中共对法轮功的罪恶曝光 让国际社会更没了解 对中共的暴行起到了阻吓的作用 恒河指出 CECC提出详实的报告之后 西方国家在政策上不应一如既往 仅仅把经济利益摆放在第一位 因为失去人权 最终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利益 直播聊天下不 gang的 法轮功的充仅把 澳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